中国一名驾驶 只戒人孔盖冒出大量泥水 自己还被困在混浊泥流中 难以前行 海峰海魁之扑中国 福建省首当其冲 多处县市一天内就降下 超过三百毫米雨量 相当于特大暴雨等级 随后甚至还在广东省二度登陆 酿出灾情 福州市永泰县消防大队的 一辆消防车 在出勤救援途中 在唐前乡赤里村被洪水冲走 经核实确认 车载九人 截至到上午的九点 已经救起了五人 四人失联 永泰县遭受豪雨冲击 至今仍有四人下落不明 或少居民在水淹达腰部高度的大水中 冒险避难 救难人员还必须透过绳索 将蹲在引擎盖上的一对男女救出 画面显向还生 福清市居民一早清醒 从窗户远眺 不仅看到车子全泡在水中 许多建筑物一楼也全部灭顶 部分墙面甚至出现坍塌 交通受到影响 中国气象局警告 尽管海葵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 六号到七号 仍会为华南沿海带来狂风暴雨 呼吁该地区民众严防天灾 不能掉以轻心 这里新闻 谢谢天网报导